大家好,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电磁铁 所谓的电磁铁就是 磁铁它会产生电,也就是磁声电 好,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验的材料有 七胞线,就是我们所谓的线圈 还有电线 但是我们电线可以用这一种七胞线来代替 还有纸铁 然后我们用纸铁来对照看看 我们的铁钉当然是无脂力的 我们来试试看 无法吸住的 所以我们把七胞线缠绕在上面 然后之后粘起来 还有胶带可以把它粘起来 然后之后它就会依照这一条线来传递 然后就可以来吸了 必须粘很紧 然后就可以开始吸了 这样子它就会吸起来了 但是我们的电线传递的不够 所以它的磁力只能吸一个回纹针 谢谢大家